我從小就是在海邊長大 所以對海邊有一種特別的情感 那這一次作品是Gassault 這是我們阿美族的話叫好吃的意思 因為從小在海邊長大 小時候常常被帶去海邊野餐、烤肉 食材都是來自於海邊 再加上小朋友常常在朝間帶玩耍 所以就很自然而然 就是成為這件作品的一個發想 我家外星人 我想這不能吃喔 就很多阿 你看其實孔洞裡面就是還蠻多的 裡面這個阿 這個也可以吃 這個也是可以吃的 這個叫做Tiga 這種海邊的這種 這種小凹槽阿 小孔洞裡面阿 運成了非常多的食材 就我們的母號而已 然後在下面一點就有螃蟹阿 這種螃蟹齁 沒有肉 但是 煮湯很好吃 煮湯很甜 還有這個 拉拉巴仔 像這樣 就是我們通常就是都會跟著 跟著來挖這個 好好吃喔 這個燙一下 然後加醬油、蒜頭、辣椒 哇嗚 野生的那種天然的 鵝阿 可能要帶著那個 片雞 然後帶著 那個鐵錘 然後就這樣子 敲敲敲敲敲起來一顆 然後就可以煮湯 哇 那個湯汁鮮美的 然後像這個中間還有很多很好吃的阿 像這個 像 怎樣 像這個 這個 這個就也很好吃阿 你看 這個就是一種螺 這樣就把它挖出來 通常 嗯 它跑進去 就這樣 好 就這樣 去後駕 嗯 小時候常常被帶來海邊野餐啊 到了定點之後 東西擺一擺 然後 一那們 媽媽們阿姨們就開始生活 然後 舅舅們 反正就是男生就開始下海 然後去打魚 抓魚啊 抓海膽啊 阿旺啊 一些好吃的 把一些食材 就是料理起來 就現場在海邊這樣吃起來 就很美味 原汁原味 這一件作品的每一個組件 它的外表的形 都不一樣 外面的 都不規則 每一個 每一片的形狀都不一樣 就好像有那種 在海邊海浪 搭在那個 石頭上那種 小碎畫的那種感覺 然後 我特別喜歡這種 就是從孔洞裡面 延伸出來的 感覺跟效果 那一方面也是因為 很多 好吃的東西 都藏在那個孔洞裡面 對 還有就是 潮間袋裡面 也有很多的 動物啊 會把那個觸角延伸出來 的那種感覺 那 還有很多 像這種 捲曲啊 然後觸角的 延伸這種感覺 像我們有的時候 發現到那個 潮間袋裡面 可能會有章魚 它口的那種延伸的感覺 或者是那種 海菜 或者是海葵 都是這種 從口洞裡面 延伸出來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很有生命力 然後 很吸引我 其實做這件作品 算是蠻 可爛的 因為 環境跟設備的關係 做頭沒有那麼簡單 就是最主要的就是 設備一定是一個大問題 像我自己本身沒有搖 然後 我也沒有令土機 一切的設備幾乎都沒有 所以都是 自己手工 然後用線程 我有的材料去做 那 這一件作品是 因為我自己沒有設備 所以當 幫助在做出來的時候 還是拜託我的同學 借我搖 然後燒出來 但是因為 畢竟不是自己的搖 所以有很多 沒有辦法控制的因素 其實作品 傷害蠻多的 其實還蠻傷心難過的 我覺得 設備跟環境 是我 做頭最大的限制 因為我常年就是在 關注就是 原住民逃逸的這個部分 其實可能是因為 我學頭的環境跟背景 很多人常常都說 那你原住民啊 你應該會做on吧 做個on啊 然後把它燻的黑黑的啊 然後刻畫一些圖騰嘛 對啊你們原住民不是都這樣嗎 就我的研究來說 我並不覺得這個不對 是 這是大家對 原住民逃逸的一個刻板印象 都還停留在這個想法當中 我的研究論文 那時候是在寫 台灣原住民的當代逃逸 我去拜訪了很多老師 發現 當代其實大家有對 文化跟創作有更多的想法 並不單單只是就在傳統的 陶 熏黑 圖騰 當然這個有它必要存在的價值 但是其實有很多更新的作品 是值得讓大家去看見 從作品裡面延伸出來的故事 或者是想要呈現的文化的議題 這個其實在很多老師跟陶藝家上面看得到 所以我一直很希望說可以有一個展覽 或者是說有一個平台可以讓當代原住民的陶藝 新的創作可以被看到